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一首孤勇者,救不了陈奕迅》 作者 补一 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文章 欢迎拉到文末 给我们点个赞看哦 近日 各地孩子们激情演唱歌曲《孤勇者》的视频 纷纷登上了热搜 去吗?配吗? 这蓝绿的披风 站吗?站啊! 以最卑微的梦 指那黑夜中的乌夜与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这首歌原本是游戏英雄联盟的主题曲 却被加入小学生的流行歌单 不少网友还调侃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儿歌 他大气催泪的歌词 句句戳中人心 层层递进的感情 让人热血沸腾 再加上喊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心声 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大火特火了 众所周知 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 在二十多年前 陈奕迅算得上是天王级别的人物 没有英俊的相貌 没有出众的身材 他却给乐迷们带来了深深的触动 不过很久以来 新歌榜上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 他已淡出了大众视野 从大红大紫到无人问津 其中的缘由众说纷纭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堪称战歌的雇佣者 虽励志超然 却也阻挡不了一代歌神的渐行渐远 前行的雇佣者 陈奕迅出生于香港 他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师 希望子成赴业 十二岁时 他被父亲送往英国的一所学校 做查班生 一开始 他英文不太熟练 人也很敏感 为了不被同学嘲笑 他晚上宁愿憋一晚上 也不去上厕所 他不善交际 没什么朋友 好在音乐陪他度过 一个个孤寂的夜晚 慢慢地 他萌生了学习乐器的念头 当他把想法告诉父亲时 开明的父亲 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因为喜欢 所以专注 他学得很认真 也很出色 陌生的学习环境 独立的生活方式 不可避免地 会影响一个孩子的性格 陈奕迅也不例外 有一次 他在外面吃饭 隔壁桌上的人 拿了薯条 蘸着番茄酱 竟展开了食物大战 一个人不偏不倚地 扔到了他刚刚幻赏的 星辰山上 他气不打一处来 正要上前理论 没想到对方 突然冲他做了个鬼脸 见此情形 他再也绷不住了 扑齿一声笑了出来 处处留心皆学问 事后 他反复琢磨这个事情 想明白一个道理 与人相处 难免会遭遇碰撞 阻碍 但幽默对待 却是个好办法 很多年以后 他在央视节目 开讲拉中 提及这段经历 言语之间没有惋惜 只有感激 也正是这些感触 让他在之后 从事音乐事业时 有了旺盛的幽默感 和通透的人生观 劳记父亲 嘱托的他 升入大学后 攻读建筑专业 但音乐的梦想 还在前自暗长着 为了圆梦 他悄悄地抱了 音乐双学位 追梦的路并不轻松 心有所向 才能乘风破浪 因为对音乐 无比热爱 他一次次克服 种种困难 孤独地前行着 在学校里 他勤奋刻苦 别人聚会时 他在心无旁物地练琴 别人谈笑时 他在全神贯注地看书 一份付出 一份收获 他不仅学会了 七八种乐器 还拿下最高级别的 声乐证书 1995年暑假 陈毅迅瞒着家人回国 参加了香港 无限卫视举办的 新秀歌唱大赛 并凭借过硬的 唱功一举夺冠 唱片公司 争相与他签约 他正式走上了乐坛 这番一意孤行的做派 惹恼了他的 父亲 父子二人 为此冷战了很长时间 此外 刚出道的他 不温不火 还常备受排挤 新唱片反响平平 不被家人理解 不被乐坛看中 但他始终坚定地 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 有人说 你所吃过的苦 受过的泪 到最后 都会变成光 照亮你脚下的路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路上的雇佣者 陈奕迅曾孤身走暗巷 曾对峙过绝望 却不曾放弃奔赴内心的热爱 直至梦想照进现实 真正的K歌之王 陈奕迅对音乐一向虔诚 唱歌时又非常投入 在一首首歌里 他用沙哑的嗓音 唱出独一无二的感情 因此获赞无数 2000年 一张粤语专辑发行 主打歌K歌之王 让他一炮走红 紧接着 一首十年 又成为街头巷尾 众人传唱的歌曲 他也成为 华语乐坛的一线唱将 陈奕迅本以为自己 已拨开云雾见天日 不曾想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又让一切成功和荣耀 戛然而止 他的父亲被指控受贿入狱 且被要求交还赃款 他的个人发展 一度陷入低迷期 同时还要忍受着旁人的唾骂 和签约公司的诟病 一时间 他堕入无边的黑暗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前路灿灿 易漫漫 若是能冲破每一个关卡 便能看到灿烂的阳光 他没有自暴自弃 沉淀一年后 推出了明镇乐坛的浮夸 挟士的唱腔 和华丽的歌词 加上结尾骇人的尖叫 更是喊出了小人物的 委屈和愤恨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首神曲 让他拿奖拿到手软 他也重登事业巅峰 成为叱咤乐坛的风云人物 十年的坚持 十年的努力 他开创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成为当之无愧的 K歌之王 而后 富士山下 红玫瑰 好久不见等经典歌曲 更是为粉丝们 带来一波又一波的 惊喜与感动 在音乐的道路上 他越走越远 越走越阔 除了迷人的声线 让观众们为之着迷 他还有这广为人知的另一面 在唱歌时 他毫不掩饰自己 跳脱的个性 时而静 时而动 时而唱 时而舞 时而笑 时而哭 演唱会上 他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 留着稀奇古怪的发型 在节目现场 他故意唱跑调 让观众以为是出了事故 冷不丁地 又用高水平嗓音 惊艳全场 他一本正经地搞笑 自朝神经病研究所所长 用神经的表演 吐露着心酸 用疯癫的方式 表达面对事实的无措 文艺学家巴赫金曾说 喜剧里的笑 既否定又肯定 既埋葬又再生 陈毅迅的浮夸表现也是如此 他的初衷便是通过音乐 传达正向的力量 叫人们看懂人生 对过往释怀 所以说 他有多么不正经 就有多么深情 香港的一位作词人 曾经这样评价 陈毅迅最动人的 不仅仅是那独特的歌喉 更是他唱作时所运用的感情 总是恰到好处 事实也是如此 在他的演唱会现场 台上的歌者喜乐无常 台下的观众 南墨女泪 这个深情和鬼马的天才 一开口就唱出了人声 唱出了岁月 唱出了蹉跎 也唱出了深浅无解的情字 永远的陪伴者 2014年后 他很少露面 他喜欢安静地待在家里 有规律地运动 不再关注外在的嘈杂 而是希望如他歌里所唱的 跨出的步履如作画 沿途静听山海青雅 可是 人生无坦途 坎坷是常态 当他准备复出时 疫情爆发了 音乐会不得不改为线上举行 晨光细微时 他在冷清寂寞的街头 深情抒发 晚霞辉映时 他在空无一人的宏馆 认真演绎 他的走心演唱 不只是为观众 也是为自己 舒展炙热的歌声里 有观众们的苦乐难言 也有他的悲喜难评 他用温柔的歌声 疗愈世间伤痕 也希望所有人 能用音乐和爱 守望美好生活 纵然至情至性之词 和大多数人一样 他还是逃不出命运的安排 因为阿迪达斯 停用新疆棉花事件 陈奕逊主动与其解约 作为品牌全球代言人 设计师 他要负担 至少六千万的违约金 更早以前 他在接受采访时 提到很久没有收入了 自然 与他而言 赔付巨款 无异于雪上加霜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就连陈奕逊 也未能幸免 他很快牵手抖音 搞怪的入住方式 引来无数都有的 围观和追捧 但是直播时 恶评层出不穷 有人吐槽他胖了 有人调侃他裤子穿得不好 有人抱怨他忘词了 还有人指责他的声音 不及往日动情了 面对这轮番的结问 他不发一言 依然笑对着观众侃侃而谈 或许是因为 一路走来 他早就对各种否定习以为常 也或许是因为 今年岁月后 他已变得从容淡然 他曾在一首歌中唱 陪你把沿路感想 活出了答案 陪你把独自孤单 变成了勇敢 听他又甜又伤 又勇气十足的歌 很多人在嬉笑间 窥见曾经的自己 也尽力度过人生的疾苦 陈奕逊在凤云榜上 早已沉寂多年 却在不知不觉间 已陪伴着一代代人 走了很长的路 朴树说 唱哭你的不是声音 不是歌词 不是舞台 不是音响 不是人潮涌动 是那些回不去的 尘步时光 每一个听者 都有着自己的情意结 所以对于那些歌 一听就是多年 一爱也是多年 无论是青涩张扬的少年 还是惶惑纠结的中年 在她的歌里 总能感受到陪伴的温暖 不管何时 对于很多人 她都是漫长岁月的陪伴者 一首歌是一个故事 也是一种心情 一个歌手的愿望 多半是用音乐 让每一种情怀落地 每一个日子都有期盼 陈奕逊做到了 她的歌 有的是沉稳内敛 可直击心灵 有的是慷慨激昂 可鼓舞斗志 有的是温情默默 可戳中泪点 沉浮池树 温凉寒暖 一切聚在其中 也许 每代人的青春里 都有一首陈奕逊 习慕荣曾说过 言习已散 众人已走远 而你在众人之中 暮色深浓 无法再辨认 不会再相逢 英雄亦有耻目时 属于陈奕逊的时代 已然远去 纵是如此 他曾给过我们笑声 也给过我们眼泪 还有释怀 不管他是被称之为 疯癫的天才 还是被冠以 香港的末代歌神之名号 他给予我们的陪伴和感动 一直都在 潮起潮落 终有定数 在时代的浪潮里 他曾辉煌过 却见归暗淡 如今 震撼的雇佣者再次爆火 也终究改变不了大局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记得 曾有一位歌手 用歌声治愈了无数人 在时光中受的伤 他 就是陈奕逊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云湾 祝你晚安 好梦 祝你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